这个说回来 除了演电影 包括这个唱昆曲之外 大家还很熟悉 我们从老是在电视剧当中 也被称作是妈妈专业户 妈妈专业户 养了很多这个母亲的形象 对 我们是有一个 短片 短片二集锦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月芬 妈妈什么都不怕 就怕你失去勇气 之前在哪工作了 拿紧身 紧身 好 走开 我现在不想当 马上从眼睛消失 等你爸回来 正好给他吃 来 先尝尝 尝尝为了好不好 吃一点 吃一点 来 吃点 快 张嘴 让他拿 来 我都忘了 好多我都忘了 好多您都想不想 演我谁的妈妈了 是吗 对 您看这个这么多 合作的明星艺人里面 好像这个吴亦凡的 第一部电影 就是跟您合作 演您的儿子 对 这么多合作的艺人里面 您对谁印象比较深刻 吴亦凡 是一个特别认真努力的孩子 其实在这个戏里边 我是演一个 躁郁症患者 然后为了这个 我去拜访了两个神经经理 心理医生 还看了就是关于 这方面的纪录片 就是他们有一些 什么样的行为特征 其实我想多问一点的是 就是我们看 从山老师 饰演了这么多妈妈的角色 自己有了孩子之后 对您的人生带来 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你永远能够从一个人身上 发现你可以欣赏的东西 通常很多人 或者是更多的时候 很多演员 他们愿意别人欣赏他 但我觉得做了母亲以后 我不是说只是从我的孩子 就是从所有的孩子身上 有时候你可以从所有的 妈妈的眼神里边 你看到他们对自己的孩子的欣赏 对 就是你能够发现 另一个生命里边可贵的东西 有的时候那个可贵 是一个特别特别小的种子 但是如果你做母亲的 或者做父亲的 如果你发现了 这个在孩子身上 就能成长一棵大树出来 就能放大 对 如果你永远发现不了 你永远否定它 你永远居高临下 你永远这个那个 那这个小孩 他就是非常变成 就是很萎缩的 很不敢就是放开自己的 那现实生活当中 您是一个什么类型的妈吗 我觉得其实我是在 不停地调整自己的 这么一个妈 我的小孩两三岁的时候 突然发现 好像我不能用以前的那种方法 跟他说话了 就得改变 然后到了他六岁的时候 又要开始改变 后来到了青春期的时候 突然一股巨浪就来了 这人是谁呀 他怎么就变成这样 这是我的小孩吗 后来我就在想 那我跟他的沟通方式 就得改变 什么样的方法 是能让一个人听进心里 那就是我调整的 这个我跟他的 所以现在我们两个人 基本上是一个朋友 我们两个人什么都能沟通 今天我们和丛老师聊了很多他的过往 也分享了很多他精彩的照片 真的要感谢我们的丛老师 谢谢丛老师 谢谢 谢谢各位 那在节目的最后呢 我们是节目组也有一份礼物 要送给丛山老师 就是为您拍摄一张照片 丛山老师在一开始来到节目的时候 就说呀 说演员他其实是漂泊的 四海为家 希望您今天在我们这个家 也同样感受到温暖和幸福 好吗 谢谢 谢谢丛山老师 好 再次感谢丛老师 谢谢您 我们来一步第二现场 坐吧 欢迎来到第二现场 我会用镜头帮您记录下来 在第一现场 特别害羞的那个标签 一个手 放在脸边 很好 OK 我觉得家对我来说 就是一个你待着舒服和放松的地方 感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